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下午的新闻速递 我是淳子 首先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今天下午的主要要文有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0日表示 朝鲜准备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 恢复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 拉夫罗夫当天在会见到访的朝鲜最高领导人 金正恩的特使崔龙海后表示 朝鲜最高领导人已经确认 平壤准备根据2005年9月通过的六方会谈 共同声明在不设先决条件的情况下 来恢复六方会谈 拉夫罗夫说 俄罗斯方面希望在恢复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方面 能取得积极的进展 争取与六方会谈其他参与方 就恢复这一谈判的进程达成共识 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涉及朝鲜 韩国 中国 美国 俄罗斯和日本 首轮会谈于2003年8月份在北京举行 次第六轮六方会谈于2008年12月结束之后 朝鲜半岛无核化进程就陷入了停顿 2009年4月朝鲜宣布退出六方会谈 此后美朝等表示 朝方必须以实际行动表现出契合的意志 而朝方指责这是在为重启六方会谈而设置先决条件 日本民调今天显示 首相安倍晋三的支持率创下了上任以来的新低 且超过三分之一的选民认为 安倍的经济学是失败的 安倍预计今天将正式解散众议院 宣布提前进行选举 民调显示 仅有39%的受访者说会继续支持安倍 比本月稍早调查少了三个百分点 不到40%的民众说不会支持安倍 但根据民调 比起在野党还是有更多的选民 说他们的选票仍然会投给安倍 日本原本要到2016年才会举行国会选举 但安倍寄望在反对派疲弱 以及置身支持率进一步受挫之前 率先巩固民意授权 这样会使他的任期延长至2018年 行政长官梁正英将于本月25日访问韩国 了解当地经济和创新及科技产业的发展情况 并会与政界及商界的领袖进行会面 梁正英将拜会韩国外交部长尹炳氏 以及未来创造科学部部长崔杨熙 也会与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院长 洪香嫂进行会面 他也会出席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东京 经济贸易办事处 以及韩国贸易协会举办的午餐会 与商界以及政界的领导人见面 陪同行政长官出访的官员包括 行政长官办公室主任邱腾华 政府新闻处处长聂德权 以及行政长官私人秘书陈嘉信 梁正英将于11月27日晚上反抵香港 他离港期间 政华司司长曾俊华 以及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 将会分别处理行政长官的职务 运输及防务局局长张炳良 昨日书面响应立法会议员提问时指出的 在11月11年至14年的9月期间 全港各区共有5448名小巴乘客 因为没有佩戴安全带而被检控 他指警方除了乔装小巴乘客 做突击检查之外 日常行动如路障检查时 也会检查乘客是否佩戴安全带 张炳良指运输署一直关注乘客 佩戴安全带的情况 并与道路安全会议合作 以不同渠道来提醒乘客佩戴安全带 以及向业界呼吁 要求小巴司机在开车前提醒乘客 扣上安全带 议员陈建波指 部分小巴的安全带已经损坏 质疑当局是否有定期检查 小巴的安全带是否操作属于正常 而张炳良响应指 公共小巴在每年续排前 必须通过运输处的车检 当中包括检查小巴乘客座位上的安全带的 安装及操作是否稳妥 香港在海洋公园发生了旅客 以玩玩机动游戏后猝死的事件 患有心脏病的六巡飞机游客 左午与家人同游海洋公园时 怀疑玩玩刺激的机动游戏 旷越飞车之后在15分钟后突赶不适 并随即晕倒 原方救护员即刻替其进行了急救 随后由救护车送往医院 但是抢救无效 渴死他乡 警方初步调查 认为案件并无可疑 不排除施主因心脏病突发而猝死 死因有待检验的确定 死者为63岁的菲律宾籍男子 居悉事主患有心脏病 日前一家与亲友来到香港进行了旅游 昨日他与亲友到海洋公园游玩 下午20许 他与妻子一同坐了月框飞车 往外15分钟后 事主感到胸口疼痛 随即昏迷倒地 妻子通知职员报警 但送医院后抢救不治 海洋公园发言人称 在机动游戏的入口有明确的守则 列明患有心脏病高血压等特殊人士 是不可以参加乘坐 原方对其的不幸离世表示难过 并会为死者的家人提供一切适应的帮助 看完了以上的信息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港股现在的收盘情况 恒生指数涨87.48点 报23437.12点 国企指数涨67.75点 报10447.18点 从盘面上看涨多跌少 涨幅榜方面 银河娱乐涨4.17% 领涨蓝筹 中海油涨3.14% 华润创业涨2.7% 再来看一下跌幅榜方面 周大幅跌0.96% 为表现最差的蓝筹股 恒安国际跌0.85% 而汇丰控股跌0.72% 智库公布了最新的全球最佳商业环境排名的榜单 新加坡在入选的82个国家当中名列第一 据悉新加坡已经是连续第七年问鼎了该榜的榜首 新加坡以其高效开放的商业环境名列智库的全球最佳商业环境排名榜榜首 而在不久前世界银行发布的商业环境舒适度报告中 新加坡在入选的189个国家当中同样名列前茅 排名前五的分别是新加坡、瑞士、澳大利亚、中国、香港以及瑞典 智库在制定该榜单时综合考察了各个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环境 对外投资的开放性、税收、劳动力市场以及基础建设设施等商业的环境重要因素 而金砖四国的表现就欠佳 中国内地位列第50、俄罗斯位列第64、巴西以及印度分别名列第47位和第48位 而北欧国家的表现则非常出色 除了前五的几个北欧国家之外 丹麦、芬兰分别以第8和第10基深前十 由中资公司承建的尼加拉瓜运河将于下月开始动工 最快于2020年开始营运 预计将耗资500亿美元的尼加拉瓜运河 由中资的香港尼加拉瓜大运河开发公司承建 全长为278公里 比有一百年历史的巴拿马运河长超过了两倍 而且更深更阔 将成为另一条连接太平洋与加勒比海大航道 运河将经过中美洲最大的尼加拉瓜湖 反对计划的团体担心因为建设会影响当地的淡水资源 原地今日截标的油塘鲤鱼门禁地皮改期至下月的12日 地皮原址停车场搬迁安排仍然还没有得到落实 地鼠总署较早前解释 是为了有意让参与的竞争者提供较长的时间来研究招标的条款 而高位环球大中华区平职资讯部的董事张翘楚者相信 原址停车场的搬迁问题未解决 即中标者需新建停车位 对发展商的出价并没有影响 反而当区的发展成熟度不够高 会令发展商以较低的价格来得到入标 地皮可见面积达到31.4万平方尺 需要提供不少于345个单位 而中标发展商也必须要新建最少250个公共停车位 市场估值约为12.56亿至14.12亿元 即每尺楼面的地价为4100元至4500元 中广和集团核心资产中广和电力 敲定将于下周在香港进行招股前的路演推介 据悉中广和电力此次的上市计划募集资金总额为30亿美元 目前已经获部分基础投资者的意向认购 中广和电力自8月份启动H股IPO之后 受到了国内外投资者的强烈热捧 公司两次上调拟募集资金总额达到了30亿美元 中广和电力拟引入16名基础投资者 包括国家电网、南方电网、新加坡政府投资公司GIC等 约占了募集资金总额的40% 中金及摩根士丹利的研究报告估测 中广和电力估值介于920亿至1520亿元之间 预测市盈率将会达到15倍至20倍 以上就是今天的所有的新闻 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香港现在的天气情况 现在香港的气温大约维持在24摄氏度左右 天气大致晴朗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会